一个石家庄药厂的职工每天六点下班 他娶了一个自己并不太喜欢的妻子 很快就有了一个孩子 日子过得马马虎虎 他每天回到家都会看见妻子在煮稀饭 吃惯食堂丰盛午餐的他并不想喝稀粥 于是他晚上都会偷偷地跑到自己最喜欢的一家小店 买了两瓶啤酒和几个小菜 就这样吃到了半夜才离开 他以为自己就能这样平静地度过三十年 直到自己退休可没过多久药厂倒闭了 他亲眼目睹了药厂在爆破声中倒掉的烟囱 倒掉的还有他的工位和他家唯一的收入来源 工厂倒闭后 他也尝试过做清洁工搬用工 但他无法适应 毕竟二十多岁的他每天在夜里都喝着啤酒 而且一直这样浑浑噩噩就是十几年 大把的光阴从此间溜走 他却没有珍惜 突如其来的失业 他才发现自己是一个廉价都养不好的男人 在每次闲逛的时候 他总能看到有些人停下来在路边买菜 于是他也在凌晨三点的时候 从郊区弄到一批蔬菜拿到路边去卖 他卖了一早上一共赚了五块 他觉得还行 毕竟不用出太大的体力活了 他准备第二天租个三轮车来多卖一点 然而租车的老板却告诉他钱是假的 听到这句话他崩溃了 当着老板的面痛哭了起来 这五块钱已经是他所有的积蓄了 他十分沮丧的走在路上 路过百货商店时他看到了隔壁的银行 突然他的脑海里蹦出了一个疯狂的念头 他在百货商场内买了一把玩具手枪 走进了隔壁的银行 刚一进门他大声的怒吼着 都别动把钱都给我 银行柜台的人急忙把钱扔给了他 并举起双手 他拿起钱财快速的奔跑 回到家中那一晚他迟迟不敢睡去 第二天他抢撑着双眼准备去买菜 可当一出门就被两个人按倒在地 他脸贴在地上 刚一抬头就看到了妻子忧伤的脸 和他怀中正在啼哭的孩子 他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十二年后他出狱了 经过多方打听 他得知了自己的妻子已经改嫁 儿子正在读中学 他满怀期待地走进儿子的学校 可儿子刚看见他就愤怒地说着 你来这里干什么 就因为你的一时冲动毁掉了我的一生 你知不知道我就算考上了大学 闭了业也没法找工作 就因为我是你儿子 我不想再看见你 说完儿子便转身离去了 他卑微地站在楼下 不停地呼喊着儿子的名字 可始终还是没有回应 出狱后他想去药厂找点事干 毕竟在那生活了十几年 应该会一点里面的东西 可药厂的人却告诉他 需要会操作电脑 他一点都不会 他想去卖菜 可人们却说需要手机支付 他一点都不会操作 面对着这个高速发展的世界 他显得那么的力不从心 他大概只能独独地死去 如此生活在身边 如此生活在身边 如此生活在身边